大家好,欢迎收看港湾播报,我是主播Cherry 美加墨三国代表今天汇聚华盛顿,继续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重新谈判 墨西哥经济部长昨日受访时宣称,5月初步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有80% 由于时间紧迫,本轮谈判将马不前停,且横跨两周 消息来源指出,三国代表及加拿大外交部长方惠兰 墨西哥经济部长瓜哈尔多,美国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 本周五在秘鲁举行的每周峰会期间可能会继续谈判 墨西哥经济部长瓜哈尔多周一接受墨西哥媒体采访时表示 这是一轮永久性谈判,秘鲁谈判并不见得能达成协议 因为计划仍在快速演变 墨西哥即将举行总统大选,美国国会也将进行改选 雇谈判三方均快马加鞭,希望今年内能结束NAFTA新谈判 这令有效谈判时间只剩下一个月 瓜哈尔多为谈判可能达成协议给出了一个几率 非常高的可能性,80%,它会很大程度依赖灵活性 他提醒,协议不可能在本周内达成 也不太可能在美洲峰会期间由美国总统川普、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及墨西哥总统捏托共同宣布完成 川普周一听上句较为乐观,我们距离NAFTA相当近 瓜哈尔多则警告,在目前的政治氛围下,没有一件事是可以保证的 加拿大汽车零件生产商协会主席沃尔普乐见墨西哥官员的乐观预测 他说,任何时候墨西哥主要官员有信心给出概率 那显示我们正在向积极的方面迈进 那与几个月前的形势大相径庭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4月9日表示 希望BC省政府不要再给跨山树油管扩建项目设置障碍 这个项目关系到国家利益,并且经过了严格的省批程序 他还说,他在前一天晚上与BC省长霍根就此进行了讨论 强调共同合作,尊重联邦政府权限的重要性 承建跨山树油管的康德摩根公司前一天刚刚宣布暂停所有非必要活动 不再为该项目动用来自股东的资源 在5月31日前,该公司将和股东研究各种解决办法 如果那时仍然无法达成一致,则公司可能会放弃这个项目 联邦政府自然资源部长卡尔立即作出反应 强调该项目对全国经济的重要性 并要求BC省政府停止所有旨在延迟该项目的威胁 阿尔伯塔省长诺特利宣称,将对BC展开强大的攻势 阿省政府在今后几天向省议会提交法案 建议减少对BC省的油气供应 跨山输油管从爱德蒙顿通向BC省本拿比扩建工程完成后 将把运油量从每天30万桶提高到89万桶 据加拿大电视台CTV报道 联邦政府内阁在4月10日星期二召开紧急会议 讨论康德摩根油公司的恒山输油管扩建计划 国会现实正在修会 内阁紧急会议是司法游说 油公司继续输油管扩建项目 69岁的新斯科社省居民Redken 上月接到了加拿大税局CRA的一封信 信中既没有说他欠税 也没有说对他进行审计 只是通知说他死了 老汉一看把信看完一看就火了 自己明明活着为什么说我死了 这封信虽然让他生气 但是更多的却是担心 因为被税局宣布死亡 就意味着他再也收不到老人金及退休金 而他现在就靠这些政府寄的支票生活 老汉表示收到信之后几天睡不着 心烦意乱 给CRA和Service Canada打电话 都没有得到明确和满意的答复 老人说他的儿子和妻子相继去世 本来就无依无靠 现在却又出了这档子事 让他感觉很受伤 老汉怀疑是他的老伴2017年1月去世之后 他与税局连续时出了什么差错 当时他曾经给CRA打电话 说老伴去世了他应该办什么手续 税局的工作人员告诉他说 他可以申请丧偶的相关福利 同时也要申报两人当年的收入 他说自己按照税局的指示办了 不过他记得当时在填写丧偶福利申请表时 他把自己的公卡号码填在了上面 他怀疑是否税局人员在操作时搞混了 把他当作了去世的人 为了证实是否在这个问题上出了错 他问CRA的工作人员是否曾收到他的死亡证明 对方说没有 对方要他提供妻子和儿子的死亡证明 他于是不断给两家联邦机构 CRA和Service Canada打电话 但CRA仍然没有给出说法 也没有给出解释 老人说 虽然他已经收到3月份的福利支票 但若继续列入死者名单 下月及随后的福利支票就不会寄来了 他向CBC新闻网求助 说自己一连失去两名至亲 伤心欲绝 而CRA对他仍然活着的事实视而不见 联邦机构待人如此冷漠 让他觉得很受伤 很难受 CBC记者就此个案向CRA查询 其发言人Patrick在电邮中回复说 CRA不会就特别的个案做出评论 但强调说 一旦收到从有关政府部门 律师或家庭成员提交的个人死亡证明 CRA就会及时更新纳税人的相关资料 温市政府在批出发展许可证 新建临时组合屋 为露宿者提供其身之所 温市府规划总监凯利称 已批出西二街595号及599号 近20街的两个临时组合屋新建项目 提供52个单位 该两个临时组合屋项目 每个单位面积320平方尺 设有独立除测及独立冷暖器 其中六个单位可供轮衣使用 他们设公共洗衣房及会议室 管理机构会向住客提供支援服务 包括技能培训及就业准备 该批单位是省府早前承诺新建的 600个临时组合屋 解决露宿者问题的一部分 现时已批出260个单位 坐落于6个地点 分别是西色街7430号及7460号 富兰克林街1115号 1131号及1141号 鲍威尔街501号 卡斯洛街4480号 西二街595号及599号以及小山区 列治文市议会周一晚一致通过更为严格的经验令 将户外经验区由目前距离建筑物门口或窗户6米扩大至9米 并把电子烟纳入复利 列治文市议会周一晚通过修改经验令一案 把电子烟与大麻纳入经验复利 实行与香烟相同的管理办法 同时还把室外经验范围 由原来距离建筑物门口或窗户6米扩大至9米 巴士站及低市站的经验距离也增至9米 议案还要求禁止在学校范围吸烟 市府称 虽然省府法例已经禁止在学校范围内吸烟 但市府复利仍应该加入这条条例 令公众对此更为清晰 议案包括市政府拨款2.5万元 对公众就经验条例的改变进行宣传教育 不过 对违反经验复利的惩罚则维持不便 除犯罚款150元 再犯罚款500元 第三次则罚款1000元 反对于列治文艾尔姆乔路7300号 新建临时组合屋的民间自发组织 7300关注组 周一晚在列治文市政府广场前举行示威活动 主题为 临时组合屋不是列治文无家可归者的答案 吸引了约300名市民参与 温哥华马保区亦有居民自发道场声援 示威活动于周一傍晚6时开始 7300关注组新闻发言人白先生表示 原本听说临时组合屋项目支持方会同时在现场举办集会 他感觉项目的反对方正在被边缘化 一些主流媒体默示反对者的声音 同时希望展示一下有多少人吃反对意见 所以尽管支持方取消集会 他们还是如常集会表达反对意见 另一发言人邵先生指出 此次集会旨在表达临时组合屋不是列治文无家可归者的答案 首先将三个级别的无家可归者安置在一起 对住户和周边社区及邻居都构成安全威胁 其次列治文仅有70名无家可归者 其中只有29人未得到安置 但临时组合屋建设成本为590万元 管理成本为每年120万元 这还不包括土地成本 五年用1200万元也解决不到30个无家可归者 这是非常浪费资源的方案 来自温市马宝区的几位市民也到场声援抗议 其中一位李女士表示 加拿大是民主社会政府应该聆听市民的意见 同时希望政府有长远方案解决无家可归者的问题 列治文贫困反应委员会主席惠伦周一晚也来到了活动现场 他表示 抗议活动的口号是 临时组合屋不是列治文无家可归者的答案 但他与参加活动的人交谈 他们并不能说出什么是正确的答案 只是一味的反对 而无法提出有效的建议 加拿大广播公司上周爆出 沃泰华一名不孕诊所医生诺曼 在没有征得病人同意的情况下 偷用自己的精子 令他的病人受孕 目前已知有11名妇女因此受孕生子 而且这个数字还有可能增加 沃泰华警方不愿向媒体证实 是否就诺曼事件进行调查 不过目前看 受害人无法对他提起刑事诉讼 这些案例都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 当时诺曼在Broadview不孕诊所 以及沃泰华医院工作 有关专家称这是因为 诺曼的行为在刑法中找不到相应的罪名 沃泰华大学法学系教授说 诺曼的行为处于一个灰色地带 比如他可以被看作是对女性身体的侵害 但与性侵等又有区别 他也涉及欺诈但又不完全是 因为欺诈通常直接涉及金钱 社会与科技往往走在法律的前面 总是有了某种新的罪行才会修改相应的法律 而检察官需要以法律为准对于疑犯提起诉讼 而不能自己创造一个罪名 这类事件的出现令人觉得 政府有必要就涉及不孕证以及诊所进行立法了 最近Canadian Tile公司表示 该公司正在扩大其中程计划 允许客户在其不同的零售品牌中积累 和兑换Canadian Tile Money 该公司表示 从今年春季末开始 除了Canadian Tile本身 客户也可以在Sport Track Mark's Atmosphere 以及加油站购物等各店 参与积分以及积分兑换活动 Canadian Tile表示 此次修订计划名为Triangle 包括中程分数 以及两个新的MasterCard 所以用户可以通过APP 或者提供个性化优惠信息的中程卡积分 此外 用户还可以通过购买MasterCard 获得额外的分数 中程计划的更新目的是 主要是为了使加拿大的中程计划发生改变 比如 加航离开了AeroPlan计划 转向了自己的系统 Lab Law公司的中程计划 则将其自身的食品杂货店 和Shopers Drug Mart相结合 拓宽客户受众范围 Canadian Tile公司的首席市场官表示 自从1985年来 现在正是更新中程计划的好时机 有了更大的竞争力度 我们才能更好的为客户提供服务 感谢大家收看港湾播报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读懂温哥华 从温哥华港湾开始 真正的本地新闻 及时最热接地气 玩玩乐乐温哥华 大温一周好去处 各类本地休闲娱乐资讯 舌尖上的温哥华 BC被原创美食微杂志 打造温哥华美食地图 温哥华港湾 大温最火的中文网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